台東交付中心舉辦任陽人與 資助兒童相見荒的活動 來自各縣市的任陽人都來到了台東 他們看到自己任陽的小朋友 都感到非常高興 小朋友也感動的在現場 寫下祝福的卡片 謝謝他們的幫助 家福中心每年暑假期間 都會安排任養家庭與被任養人見面 因為被任養人的家庭環境影響 再延伸家庭的認同 由家福中心給予血統求學 和生活環境更多的鼓勵與支持 每一個孩子都會有兩個任養人 這任養人就會每一個月固定的 透過輔助金來幫助這個孩子 在生活上很基本的一些需要 那後續我們的社工人員 就會針對孩子或這個家庭 有一些相關的計畫來幫助孩子 在這場活動中 有來自高雄的任養人來到現場 見到了任養二十一年的孩子 目前已就讀大學研究所 感動的眼眶泛紅 家福中心表示來自各縣市的任養人 平常都滿意自己的生活 他們默默將愛心給臺東弱勢的孩童 透過鄉見歡的活動 情途感激也給彼此更多的鼓勵和支持 記者Grius台東市採訪報導 記者Grius ounce evet 記者非常期待